返鄉人潮大塞車 車上乘客睡成一片 只有你要打起精神注意車況 你會不會夢想要是能有自動駕駛的話 就能夠一起睡了呢? 行行 雖然夢裡什麼都有 但是現實中的自動駕駛現在跟著手一樣 還只是個輔助 根據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的定義 自動駕駛分成0到5 6個等級 等級0就是路上常見的普通車 駕駛人要注意車況、路況 可能頂多有倒車雷達之類的東西 能夠嗶嗶嗶的提醒你 避免撞到你老闆的名車 等級1則開始有輔助駕駛功能 能幫助你控制方向盤 或是煞車或加速 在個別的裝置上發揮作用 等級2又聰明了點 可以同時運作方向盤、加速還有煞車 這些輔助駕駛的功能來減輕駕駛的負擔 等級3開始 你的手可以不用放在方向盤上 從這個階段 主控權從駕駛人轉為電腦運算 車子能在塞車的時候自動開 但駕駛人還必須要有狀況的時候 隨時接管方向盤 所以不能夠在車上做奇怪的事情喔 想要車子能夠自己開 就必須要從高度自動的等級4開始 在特定的環境下 車子可以自動判斷路況並行進 不用駕駛人介入 像是Google的Waymo 就具備了等級4的技術 目前正在測試階段中呢 自動駕駛中的聖杯等級5完全自動 就是大家心目中的真自動駕駛 車子可以自己發動並駕駛 還能根據各種路況自行做判斷 乘客在車上想幹嘛就幹嘛 不過在真正的自動駕駛面之前 還是多多打起精神 或是請副駕、負起責任來接棒吧 鑰匙的炒科技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